Hello大家好,我是最蓝,今天给大家继续录制这个统帅三军的视频 那么这期视频呢,是我们老版本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最后一个视频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是统帅狐哥啊 就是天狐其手啊,谁也打不过 那么,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视频来作为我们老版本的最后一个呢 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版本里面拥有类似这个我们所选的录像里面的有这样的运气 每局都能狐啊,每局都能狐 只要你是统帅狐哥,那对面怎么样打,出什么阵,来什么牌都打不了你 我天狐了,你随意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局统帅天狐录像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流程国家 这节个录像呢,还是给大家讲一下,稍微讲一下选将吧 在老版本里面这边应该选国家,对手呢张飞大桥 张飞貂蝉,这个貂蝉呢是应该拿大桥的 这样他有个棱主大桥会好一点,他拿貂蝉的话 然后同时拆了一手,后面拆了王鸡啊,拿了香香 但是我就可以拿到我的曹仁跟刘晨 这样的话,我大桥的话把大桥一拆,他没有棱主大桥 我的曹仁跟刘晨就能够顺利跟国家情形启动 国家跟刘晨就可以卖牌 有一个暖色的二连的超强爆发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的效果 对手香香组啊,香香组王鸡马超边啊,马超是用来打国家的 来,起手一顺,一万剑一南蛮 大家已经懂了 我胡了啊 给铁锁出去啊,铁锁肯定要给出去的 然后雷杀也给出去 接下来还有南蛮,再考虑给无中啊,等等牌 万剑青闪,南蛮入侵 卖就是了啊 这勒布斯鼠都可以先不给啊,先给锦囊就行 先给其他锦囊 这勒布斯鼠可能都不需要打 这个九呢,肯定是九火杀马超的 啊,九杀马超 你前面清过闪了,然后决斗过家 这里面的话可以给一张乐给出去了 现在啊,给个乐跟武器啊 最后给这个乐,没有其他更要的锦囊了 所以就算了啊 再决斗,然后再杀 然后过两张,哎,又出一张连弩,漂亮 反正这个流程的啊,这个血啊 都不是很值钱的,卖就是了 直接秒了马超 先无中生有 这都是给的牌啊,过河拆桥 修整片刻 来一张,切一张决斗啊 贴所连环 然后呢,我可以继续卖这个国家 卖就完事了,反正逃多啊 救他起来 这样留一口酒,漂亮 国家呢,只要有一张闪就可以了 一闪一酒一武器 而且还有勒布斯鼠,我先把这个勒布斯鼠贴给,贴给王鸡啊 这里不能吃桃啊 留一个桃杀就可以了 因为吃桃的话,香香会有这个梁柱的技能 他可以自己过一张牌啊 反正就是不给过牌 然后轮到我国家行动 这边王鸡放弃了,相当于 但是我没有杀 那我顺一下我们的明杀啊 曹人前面留了杀的 再拆一下香香 防止香香留了唯一的一颗桃来救这个王鸡啊 他有可能救一个桃救王鸡的 所以我们就九杀就行了 挂上白银 再贴勒布斯鼠 五谷封灯啊 五谷封灯这里可以拿八卦阵 拿桃,无谢 那这种骑手呢 割谁啊 只要没有个冷煮大桥或者冷煮甘宁的话 那么 刘晨跟国家这种骑手 骑手难瞒入侵万箭齐发的 各种东西决斗一打 那对不好意思天狐啊 除了出阵的出阵抓将的一些讲解之外呢 其他的呢 只要你的排序正常就是 这局就是肯定你赢了啊 就没得多说 骑手围困万千虫 我自窥然不动 啥啥难瞒 这可以放快一点了 三颗桃子 但愿新版本里面你们也能有这样的手气啊 人人都做统帅胡歌啊 凡是看了我的视频都可以变成统帅胡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也是郭佳跟这个王姬的啊 郭佳跟刘晨 然后配了个王姬 那配上王姬就更恐怖了 射手郭佳没有多说的啊 这边他肯定拆里点 里点他拆了一个黄中 这样的话他就没能拆掉刘晨 我就可以拿一下刘晨寒当 这样他第二拆的时候呢 又去选了法证张辽 其实拿了法证之后是没有必要拿张辽的 因为冷色张辽虽然还可以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张辽不是那么厉害啊 他应该去拆王姬 因为我已经有了郭佳流程的一个大过牌 还需要一个很强的用牌能力的武将 明显应该拆我王姬 他不拆王姬我就拿了王姬 他张辽其实有限制 虽然有个限制但是并没有用啊 没有勒不思蜀都是废物 给他拼一下啊 我王姬手牌就是一些普通杀而已 没什么用处啊 就让刘晨栋吧 过拆 拆王中五股分灯 一张杀杀 一张杀杀 属性杀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哦有铁锁有火光 先给过去啊 锦囊都给王姬 商楼 休想全身而退 九 你卖水我就九杀你啊 此刻 因为这里不用九杀国家 我要决斗国家的啊 无中给过去杀给过去 再决斗一次 过拆给过去 五股给过去 漂亮 顺手先扬 再顺一下他法杖的手牌 轮到王姬了 先无中生有 然后跟国家过牌 过来一个桃子 自己无中 齐治国家 漂亮 这里是有过拆有铁锁的啊 来了两张乐不思数 而且有五股分灯 先给法阵贴乐 哇出现连弩了 舒服 那就直接突突你的黄中 捡一码就不用了 突突他就是了 铁锁连环 我们这里就可以大胆卖血了 不用解自己了 这一波就可能 直接把他带带飞了 漂亮 救得活吗 救不活 你能救活法征吗 也救不活 那再见了 也说 王姬起手扔扔了一堆杀之后呢 对面直接连弩杀啊 杀杀光了 连弩现在这个连弩呢 他不是要诸葛连弩 他就是两个字连弩 只能打四张杀 所以前面决斗拼杀也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流程呢 会给王姬一堆牌的啊 一回合旗帜十五 现在 一轮旗帜十五 好了 换一个二之力的武器 旗帜十五就是过了十五张牌啊 这就是排队啊 这就是王姬 排而源源不断 就是这么无敌 这里呢都不用乐他啊 已经贴了个乐了 就可以留个桃子 留桃子的原因是 我不需要吃这个桃 他愿意偷乐就偷去吧 反正也乐不到我们人 然后呢我们呢 王姬是可以骑骑骑白银的 懂吧 好 先先动行动贴乐 然后呢王姬动 王姬过河拆桥 火攻 然后给郭家过一下对不对 吃桃 再给郭家过一张 别不出发 肩上长水城 又旗帜四 好我这里留一张无蟹可鸡 让他叛乐不思蜀 我反打一手 这个无蟹呢 是前面偷的我王姬的 现在我们又有无蟹了啊 香如霹莉 我直接王姬继续行动就可以了 杀 声东击西 敌寇 再见了张辽 张辽还留了颗桃子 那我留成洞就行了啊 罚五之夜 等步步为营 火杀 一刀解决 被敌人占了先机 那这就是带有郭家的一个天狐阵啊 带有郭家的天狐阵 带有郭家的天狐阵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国家流程王姬是这个吗 怎么这局也是国家流程王姬啊 看一下吧 暖色 快点看啊 拆里点中瑶啊 不一样啊 他这里拆的中瑶 两局录像 我拿黄中 那这里呢 拿了曹仁之后 又拿了韩当 他太喜欢韩当了 拿了曹仁之后呢 其实他应该拿这个王姬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然后呢 把韩当让给我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其实我暖色韩当的话 还怕我暖色韩当一波吗 韩当一波其实能力也并 还不如王姬呢 不一定 也不说不如王姬 不一定能有王姬厉害 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那这次我们换了一个位置 现在王姬居左 上一局录像王姬居右啊 搞不清的人还以为这局看过 来看一下这边手牌 是火功 火功加上酒 那没有杀 那赶紧火功郭家找杀去啊 这个郭家呢 先先过过牌 给给王姬 然后呢 我们一会儿先喝酒 决斗的时候找杀 啊 此刻唯有死战 安能也想 哇 这个是给了一张 这个是自然来了一张桃子 那还得卖 就是没有杀 那算了啊 但是呢 有了万箭齐发联弩 对不对 我拆强 不在此地 以前别不出发 万箭齐发 这里不用开桃园结义啊 因为这里开桃园结义 郭家会那个中央会回血 不太好 不想给不想给中央回血 以前别不出发 然后就轮到王姬表演了啊 排二全都给了王姬 这个录像呢看到这里大家已经知道肯定又结束了 那么这我百分之百肯定肯定有观众在这个弹幕下面说 就这种运气也不是技术啊 对不对 就是什么就是纯运气好不是这样子的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样的组合它有大的过排量 你有的你得有这样的过排量才有可能拿到你需要的K牌 不论是AO也好联弩也好 九陶也好 都是要建立在你有过排的基础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要会出这个阵型 然后呢能够在这个抓将里面想办法凑出这个阵型 那这个还是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凑到了如果你拿到这个阵 你自然运气在你手这里啊 只要你打的问题不大就是在你手里啊 接下来这个最后的挣扎 九杀一下过排 啊挣扎一下吧没什么用啊 还想杀我的国家这个人 我一卖卖出一颗桃 人不是傻了 这边还有一颗桃 两个桃子稳住 南蛮不清 他一滴血了啊 我有九了我有过拆啊 我有这个决斗过拆还有个杀 那来一口酒那我就不要这个连弩了啊 我直接就怪师傅九杀了啊 他如果救起来我就怪师傅九杀 游戏就结束了他看我拆连弩知道游戏没了啊 因为不然我不会拆连弩的 好接下来我看下一局 感受排队的力量 那统帅胡歌 那统帅胡歌有这么几个 除了王姬 呃 刘成 李典之外 还有一个胡歌就是 呃这个 狱兽 这把我们来看一下狱兽啊 我们守弥足对手拿曹仁 呃中瑶抓象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拿了王姬司马朗 然后呢 对面拿这个李典 然后我们就反身抓了一个这个狱兽 这样我们可以出一个呃 双胡歌啊 王姬百祖 弥足百鞭 这样的话 弥足可以呃 辅助一下这个狱兽 如果狱兽不能胡的话 我看一下狱兽手牌 狱兽手牌起手的话是有三张红桃 也说狱兽天然就能够胡起来 而且弥足种乐 所以肯定是先动 无中生有 勾点红桃 五谷分登 反正都是红桃嘛 记住就行了 然后勾点 这里有一张红沙 红桃沟的这个沙可以转接红桃 转接一个黑桃沟啊 然后呢再把黑桃用起来 然后继续红桃火攻一下 这沙的扔掉 然后继续红桃 红桃出沙 然后改 改勾的顺手牵羊 铁锁连环 然后接上黑桃 黑桃沟 这样又可以继续用黑桃了 黑桃9 那没有了这里断掉了 没有黑桃那只有从4点出发 这里都是4啊 都是4点 好 继续 然后呢 现在这个最后一个五谷呢 是4点的红桃 那一会就可以打过拆 啊 反正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花色跟点数 想办法玩一下玩一个数字游戏就可以了 这边过拆 一样的 这边前面过拆也是可以打出来的啊 再拆一下 拆勒布斯鼠 继续开南蛮啊 这一波输出很高 虽然这个酒是后生过来后喝的 打喝不了出不了酒杀 但是呢一个强力过牌解了勒布斯鼠最后 没了那留牌吧 呃这里呢可以留一个人王盾和草花沙或者留一个沙两个桃也行 万剑齐发啊直接开万剑 因为我手里是有连弩的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开万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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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救一下 把这个牌判掉 杀一刀 9 雷杀 那把这个9跟4给给上这个王鸡啊给王鸡 给王鸡回个血 这边添过一手 曹仁添过一手 还可以吧 就一下拆我一张南卖入侵 雷杀 那我这边是没有闪的 但是我有一堆的桃子 还有9还有无蟹 打个无蟹吧 还有一张无蟹啊 是稳的 他们过牌 这是秒不掉人的啊 他虽然能9杀强中我 但是我有9还有4个桃 那么这边拘兽两个桃子赶紧用出去啊 因为拘兽拿手里拿桃也也废物 拘兽桃子又连赢不了啊 又不掉血 那就轮到我表演了 吃桃过牌 给蜜珠过 喝酒给蜜珠过 好给自己过酒雷杀舒服 那还有决斗 再给这个橘射过一下 舒服 还能救起来 他们也是很强 非常强势啊 通川巨粮 好冷色能再行动一轮 那这轮的话他们桃子用光了 应该就没有办法再曹人主动给牌 主动那个掉血崩雪了 他就只能给牌 啊 黄中现在那是两滴血啊 杀我们迷竹 那现在他们也杀不死 然后我们直接抢动啊 两张借刀 这前面给过的 留了个草花 然后刚才我们制衡 制衡了个借刀也是草花 所以我们可以天然起爆 然后再借刀杀人 有缓至极 俩借刀除了连弩 而且是草花的 那草花继续过牌 雷杀 草花过决斗 欲速不打野 然后这边说这运气 不用包养就能爆发 那也不对的 包养了一次的 因为我手里有了一张草花沙 能打出去 然后前面王鸡 帮这个菊兽过了一张草花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张牌 借刀杀人启动啊 墨镜 最终 这就是统帅胡歌的厉害之处了 然后看一下最后一局录像 这个该轮到李典表演了 我们来看一下李典 这时我们终于是冷色了 暖色国家呢 我们肯定要曹仁中摇拿一下 没关系 然后对手呢不拿李典 那我就拿李典了啊 然后呢 对面我拿香香 这边拿王鸡 这里呢 其实是可以给对面王鸡的 如果他出王鸡 他应该是黄中来打国家 然后爆发 黄中打国家的话 其实就还好 不像刘成打国家 过牌量有那么那么大 最后呢对面选择的是这个 法正黄中啊 那我手里两张南蛮入侵啊 先这个跟这个佐定过一下牌啊 再开陶渊结议 这里陶渊结议要给中瑶打开的啊 因为我不能留的 不能把中瑶血线说 让中瑶这个一滴血过 就是掉一滴血过 这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来看对面表演 对面这边的话 他没有带上王鸡 所以就不是那么强 他一个黑桃铁锁单铁锁国家 还是很有想法 必要为了 呃不让我们佐定嘛 顺手啊打一下无蟹啊 因为这里有两颗桃子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地方不能打无蟹了 因为有帕勒布斯鼠 啊帕勒布斯鼠 所以我就留一个无蟹可击 掉血就是了 啊这张手牌球里呢是有一张真桃 然后一张这个好几张黑飞机 那么前面呢是一张黑桃铁锁铁楼国家 现在一张草花铁锁来铁我们 呃这里的伤害比较大 所以我必须打开铁锁 就是打不屑 但是没办法 对面也有反无蟹 那这一波呢 黄中的输出还是很强的 就是在这个铁锁的辅助下面 打到很多输出出来 但是没能打死我们 没能打死我们 我们曹人就可以先动了 曹人动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给发牌啊 然后呢 里点由于没有闪 这里就没有办法去去弄里点 就先给我跟中瑶过一下牌 顺手牵羊 吃个桃子 然后呢 这个桃子呢是可以空顶的 这个勒布斯鼠勒给国家 然后杀一刀黄中 因为这个下我们是冷色联动 所以可以杀黄中 这过拆呢 就变成了那个国家的空顶牌 所以保证国家这轮中乐 这是非常不错的 做完乐之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选择 曹人继续动了 我们就有一个四连的机会了 现在就可以去看 看国家 把国家的名桃拆掉 把国家的名桃拆掉 然后呢 我们继续跟他过牌 这样的话 保证我们的一个过牌量 过到一张非常key牌的无限 我们这里借刀呢 不能打黄中 也不能打这个国家 只能打这个曹人啊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杀黎点 过牌 漂亮 勒布斯鼠 因为这里面我们曹人前面呢 为了跟黎点过牌 我们的输出量是不能打死黄中的 所以就压他一滴血贴个乐啊 也挺好的 这样过牌不到一个乐 然后就轮到黎点表演了 看到没 万箭齐发来了 这里的话就可以开始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搞死这个黄中 然后南蛮入侵 其实我这里有一个失误啊 就是我这里有一个青钢剑 应该我先挂青钢剑 可以多过一张牌的 先挂青钢过一张牌 再南蛮再过牌啊 这样会好一点 就不给敌人 就给队友就行了 然后呢 由于我们是有这个中瑶的牌 可以当做黑飞机 可以当做桃子使用的 比如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可以 卖很多很多的血 啊 对这个青钢剑是失误了啊 前面应该青钢剑少过了一张牌 继续掉血 卖就是了啊 莫再提起杀 杀 杀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曹人收掉了啊 休想全身而退 把曹人收掉 无蟹可击 万箭齐发 啊 先用一下无蟹吧 然后曹人可以出个桃啊 这里对 这里不能收曹人 因为曹人手里有一张无蟹 一张桃 所以先给自己打无蟹 然后给中瑶打个桃 因为我们只收曹人 不收中瑶的啊 把曹人收掉呢 再看看情况 进行二打一啊 中瑶的技能还是非常强的 中瑶的技能能够给我们桃子 无中生有 现在我们可以开三张 又开到一张南蛮入侵 那不好意思 中瑶你也可以死了 因为这波打完之后呢 一定是对面全死光了 最终 我还没出过杀呢 就被这AOE他们就被A死了 郭佳都死了 这就是李点天狐啊 李点天 起手两张南蛮 最后来一张万箭 然后呢收到曹人之后 无中又开一张南蛮 一个回合四张AOE 给谁谁也顶不住啊 希望你们也能成为统帅狐哥 那么本期这个统帅狐哥的时候 视频就作为我们上一个版本 统帅的最终的收官视频 然后呢下一周开始 或者我们这周的周五吧 周五开始我就会出新统帅的视频了啊 如果周五没有更新 就应该是在下周一更新 好吧 我们下期新版统帅视频再见